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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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行人要高高山鼎立 深深海底行 那在这个中间呢 无非都是告诉我们要不畏困难 因为我们在读很多的经典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过去的很多的法师 为法望曲的点点姻缘 那我们今天呢 先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花器呢 它是一个 做起来感觉上很浑厚的一个花器 那这个花器呢 它感觉上很有内涵 因为又有一些变化 它不会是只有一个丰厚 那没有变化 它在丰厚中呢又有一些变化 所以有它非常独特的一种气质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花器 那来擦我们今天要用的松跟薄 那各位爱华菩萨首先可以看到呢 在我手上呢 有一只这样子非常美的松 那这一只松呢 是长在我们庭园里面的平粗的角度 那我这两天非常的舍不得的把它剪下来 不过呢 松在这个夏天已经长得好茂盛了 如果不修之的话 很多的松跟松就会打在一起 然后那个针就不漂亮了 所以我这两天就把它修了一只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有一点点 这样平粗的角度 所以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的松 它这么清脆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 感觉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脂梗呢 因为在平常的生态里面它是平粗的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脂梗呢 做一个折肢 折肢 因为呢 我们如果往上插的话 当然也可以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如果往上插 但是它的脂梗因为这个角度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还是以折肢 折一点点感觉来试试看 好 那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角度的地方 那还是说我们以这样平粗的角度来做 这样 好 那折肢呢 我们需要用铁丝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的手上有好几只不同的铁丝 那比如说 我这边有一只18号的铁丝 那因为今天这个松呢 它非常的粗 所以呢 我就要用这个18号的铁丝 然后呢 我把它对折 对折 对折一次 然后再对折 因为呢 这个松它的这个 尾端的这个地方呢 它很重 就是它页面很大 所以呢 我需要折 把它折下来 那它需要靠铁丝的力量来支撑 支撑在这里 所以呢 我要在这里上铁丝 好 那我先把这个铁丝上上去 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上了一个比较厚的铁丝 因为我要 有时候呢 我都尽量希望是不要去折枝 但是 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 这个作品呢 希望做出它的效果 所以呢 我要折枝 那我要在折枝之前呢 我还忘了一个很重要动作呢 就是呢 我必须要在 我要折的地方 先剪一点点的缺口 比如说我先剪这样的一个缺口 好 这样的缺口 好 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 先剪这样的缺口 那我等一下折枝的时候 我用力呢 才折得下去 否则的话 如果我没有 我没有经过这个动作的话呢 那我就没有办法 把它用力折下去 那时候要来折的时候 就要费很大的力量了 好 那我先把它 因为这个松哦 它是这么的重 而且这么的粗 所以我要先把它绑好 好 现在我用铁丝把它绑好 好 我现在把中间的部分绑好了 好 然后呢 我在上下的地方 再各绑一次 好 我现在用另外一支铁丝 我就是把这个呢 绑成 好 三段的地方 这样子 我把这个铁丝呢 把它往里面压 往里面压 这样子呢 才不会伤到我们的手 把它往里面压 我把它绑成三段 三段的地方 好 这支长度有一点点的不够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再试一下下 因为呢 最好是能够绑两到三次 好 我把它 好 我把它剪掉 好 然后呢 我把铁丝往里面压 好 那除了上铁丝之外呢 那我就要再上一下的这个 这个Tap 好 因为呢 等一下我要折它 好 所以我把它上一段这样 同样颜色的 咖啡色的Tap 好 然后我慢慢的把它绑下来 好 把这个 好 那 因为呢 其实这么珍贵的松 真的是 有点舍不得给它折 不过呢 因为需要这个角度的关系呢 那我们同时也示范一下 有时候 折枝 是怎么折 折出来的 因为呢 好 我把它这样子折出来 好 慢慢的把这个Tap往下加 好 那加到整个 完整起来 那这个Tap呢 它有非常多种的颜色 那我们可以随着 我们的姿材是什么样的颜色 那我们就用 什么样颜色的这个 Tap来用它 好 那我再上端呢 再给它加一些些 好 好 那这样子之后呢 我就可以靠在我的桌角的旁边呢 我把它用力的折这个汁 把它弯曲下去 好 那我们把这一支松呢 我们用力的把它折下去之后呢 把它构成平出的角度 因为这支松呢 它本来在整个自然中呢 它就是平出的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把它折成平出的角度 会是最适合它的 好 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瓶子里面 好 所以当我们要插一支 这么大支的松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一个很浑厚有力的瓶 来做它的这个支撑 那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一定会看到一片 非常翠绿的这个松的这个井 好 那所以呢 真的是 中国人自古以来 很多人很爱松树 是不是没有缘由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一支的这样的一个柏 来做 跟它搭配 我们刚刚应用了 论语的松伯的一种精神 生命的一种可贵的一个精神来运用 好 那我在后段加了一个柏树 那松跟柏呢 自古以来呢 就我们就很多人把它称为是 林山仙墓 林山仙墓 那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古寺院里面呢 都种了很多的松树跟柏树 那在日本的寺院 更是种了非常多的松 我们到日本就会发觉呢 他们种了好多好多的松 日本人对于松伯的喜好喜欢的程度呢 有点受到中国古代的影响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用一块的枯木来定这个萨 因为呢 我们来定这个枝 比如说呢 我们试试看 因为现在它这个长度是很长了 那我现在要加一些素材进去 好 那我们把它呢 稍微试试看 怎么样把这块木头呢 卡进去 好 所以呢 这一些枝材呢 它平常是非常的有用的 就是说 当你要固定一些素材的时候呢 它都可以帮助你 因为接下来我要擦的枝材呢 都是属于比较细的枝材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爱华菩萨也可以欣赏一下 怎么样在平口定枝 它的方式 然后呢 你又不会很辛苦 这样子去擦桌它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擦的一些花材 都是属于比较细致的花材 比如说呢 我家一只这样的一个兰花 这样的一个石壶兰 好 那这个石壶兰呢 我们看看这个效果 因为呢 在台湾的高山呢 有很多各种名贵的兰花 名贵的原生种的兰花 那这些兰花呢 都带给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惊喜 跟喜悦跟快乐 因为有时候去爬山的时候 像有时候我们到那个 冥死去玩 那在不经意在山中行走的时候 就会发觉 有一些大树的上面呢 就会有一些 这些兰花 那让你看了觉得很开心 好 那我把这一个 这个兰花呢 把它固定上去 好 然后呢 因为它这边还有很多的洞 那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擦一点点这种蜘蛛 那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也可以看到呢 这种花材 我们叫做蜘蛛 虽然它不是很高山的花材 可是在现在 这个炎炎的夏天呢 这个蜘蛛呢 它刚好长得很漂亮 那我们也把它 跟这个作品呢 做一个结合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一下 这个蜘蛛 怎么样插座在这个作品里面 好 好 那也去感受到 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用心的去疼爱我们这块土地 我想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最近的节目中 一直不断的在提到这个能源的问题 那很多的专家呢 都不断的在开会 告诉我们说呢 整个地球的软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呢 其实很多人最后开会的结果的 就是说呢 其实素食是最快可以降低 这个地球软化的那个温度 最快的快速的 因为呢 二氧化碳的排放跟甲醇的排放量 实在是太高的 所以呢 这个素食呢 是一个非常优先 现在所需要的 共同的一个课题 好 那我们把这些那个蜘蛛呢 慢慢的把它插下去 那我们把这个松呢 稍微的 再稍微剪掉一些些 因为我们会发觉呢 这个松呢 好像太密了一点点 虽然是这么的漂亮呢 但是呢 还是觉得它多了一些些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修掉一些些 让它稍微轻匀一点点 好 好 那我们再试一下 看看这个角度 是不是好一点点 因为这些松呢 因为前段的部分 有一些是弱掉了 然后呢 所以只剩下尾端的这个部分 很苍翠的感觉 那它的整个那个正面的部分呢 还是多了一些些 那我们再试试看 怎么去修剪它 好 那我们把这个松枝呢 整个做一个整理一下 那把整个花形的结构 也稍微整理之后呢 我们会发觉呢 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再加一段的这样子的一个黄羊 那我们试试看 这支黄羊加上去 因为这个瓶口呢 它非常的小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在插座的时候 会比较不好插 所以我们在选姿材的时候呢 也要稍微的用心 好 在这边再加一支黄羊 我们试试看它的角度 等于也有一点点做 这个兰花的一个基盘 好 我们把它加上去 然后呢 我们如果希望说 我们的后段呢 再有一点点色彩 我们比比看 如果说 我们希望有一点表现 有一点点开始 在高山呢 有些季节已经在转化了 那在后段呢 我们也可以加一个 有色彩的这个花柴 比如说 我刚好有一颗这样细细的这个南天竹 那各位阿华菩萨 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这个南天竹的颜色呢 我们可以表现一种 由下要进入秋天的一种感觉 好 那我把这一支南天竹呢 用在后段的这个部分 让它有 除了这个蜘蛛的颜色以外呢 因为我们这件作品呢 它几乎是 都是只有 松根薄为主 好 我们把这个南天竹呢 放在后段的部分 增加以下后段的色彩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后段呢 也给各位阿华菩萨 可以欣赏一下 好 我们把它 那我们从各个角度 各个方面呢 去把它 绕一下下 好 比如说像这些地方呢 有点乱乱的 好 我们把它修整一下下 那瓶口呢 因为我们插 中和花衣的瓶花呢 最重要的就是 只脚要清闭 那我们把它四面八方呢 都做一个检查 看一下下 还有下段的部分呢 我们再把它做一点点的修饰 好 好 在我们插花里面 象征高山 峻林 那我们就有这样的 宋跟伯呢 来表现 我们在高山上的这些 自然之才 这些植物的一种可贵 那在欣赏了刚刚这么美的一个松枝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欣赏台湾的导博 我们也称为远博 那也有人称它为玉山远博的美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样的一个柏树 好 那这个柏树呢 我也是经过像刚刚松一样的一个方式 把它已经摄枝了 因为不然的话 那个折枝 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的花时间的 我也是一样 上一段铁丝以后 然后一段一段的绑 然后再用type把它绕起来 好 那这个柏呢 我们最喜欢它的角度是 也是一样是平出的 所以我也是一样 把它用平出的角度 这样子把它插下去之后呢 然后把它拉过来 让它也是一样以平出的角度 像那个龙碳深渊的一种美感 好 这边有一支柏呢 它有一点点往下垂 我们让它的感觉呢 只要是下垂的部分呢 都可以把它剪下来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柏呢 也是我们在日常插花 常常用的一个花柴 那我们常常把这个修剪下来 这些短短的这些柏呢 我们都很善用它 这些柏 我们在金色呢 到场插石工养的时候 都拿来做石工养 周边的那个配的绿材 然后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那我们刚刚有介绍过呢 其实呢 古人认为呢 松柏呢都是羡慕 羡慕 所以呢 昨天我们在整理这个松的时候 我们来了一个 今年刚刚考完大学的一个 一个小女生呢 她跟我们一起在 一起做这个花 我就跟她介绍说呢 像这个松针呢 都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在日本呢 我们有时候去吃一个精进料理 那她就会在上面撒一点点的松针 就觉得特别的珍贵 所以我们刚刚介绍说 其实她都是属于神仙一样的一个植物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高的一个瓶呢 有她的俊美的地方 可是这个水呢 就是说我们运用这个盘来插座 那也有她非常柔媚的地方 好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感觉 好 那我在这个上面呢 再加一块的枯木 那我们这个枯木加上去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好 比如说各位阿华菩萨 现在从后段的地方看 是不是我把这块枯木加上去之后呢 就好像那个老的枝干 就好像那个老薄枝 老的薄枝 或者那个老的那个松枝的感觉 好 我在前段呢 再加一枝 好 然后呢 让那个薄的感觉呢 或者松的感觉 不再只是那么细的一个细枝 而是一个很有力 很浑厚的一个粗枝 好 再加一个枝 那这样的感觉呢 就可以增加 整个那个松薄的力道 好 好 我在这边把它固定一下下 好 它这个枝非常的硬 好 我稍微把它敲一下下 好 然后再用另外的一个木头呢 去帮忙把它卡住 那待会儿 各位再欣赏一下 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 它还是有一些些的 不同跟变化的 好 把它固定一下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它现在的这个效果呢 就会跟我们单一只有差 松跟薄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了 好 那我在下面加一点点的 小叶子类的植物 好 比如说呢 好 我现在用这个 小叶子 小小的杜鹊叶子呢 做下段 我们再找一些叶子 那有时候呢 我自己也很惊讶 自己有时候在插花的时候 竟然很少用到花材 好像喜欢这个绿色的植物呢 超过这个花材很多 好 在下段的地方 好 然后呢 我一样跟刚刚那个作品一样 加一些这个子珠 因为呢 好像那个大自然中 有时候会有一些紫色的那个 霞光 就是说因为阳光的照射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会发觉 大自然的色彩呢 那个跟那个山栏 引入之间呢 那就会有一些色彩的一种 运用跟变化 好 我记得以前 我刚刚搬来住在山上的时候呢 现在实在是太忙了 都好少时间可以在 大自然中散步 真的有时候觉得很辜负 这一片这么美好的山景 那我的邻居呢 有一位 也是很棒的女的 那个室内设计师呢 他常常会跟我一起在聊天 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在形容 一起互相的形容 那个山上那个烟懒的 那个 感觉 我们两个都 都会把自己所看到的 那个山间的烟懒的美 那个云雾的变化的美 互相的分享 然后我们彼此就会用 很多的形容词 去形容这些 山间的这些山栏 云雾的一种变化 然后我也会跟他分享 我在什么时候看到 很美的山栏的变化 他也会跟我分享 一大早清晨的时候 五六点的时候 他看到的山栏有多美 我们两个就会常常在一起聊天 那我想这些情境呢 都是我们在触发我们在创作的时候的一些灵感 比如说像可能这样的子猪呢 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想成是山中的紫色的植物 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经过太阳的光照 或者晚霞的细照 所产生的各种的 这种色彩的一种应用跟变化 好那我现在呢 再把它加一点点 这样的这个 拖鞋栏 好那在拖鞋之外呢 我再加一只的这样的一个 拖鞋栏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一颗非常可爱的这个拖鞋栏 我让它放在这个作品的一个角度里面 好那这个拖鞋栏呢 我们又称它为仙女栏 好就是仙女奇缘的那个仙女 仙女栏 因为呢它的样子像拖鞋一样 所以我们有人称它为拖鞋栏 好那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把它改名叫仙女栏呢 它有点那个很特殊的一个名称 好那这种花呢 它颜色不明显 是有落雾 好然后淡淡的感觉 好那可是呢 有时候你在一刹那之间 你惊鸿一瞥看到它会觉得 很被它吸引 它有一种很惊艳的美 好那我在这样的作品旁边呢 我再加一块这样的胎石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这样 很美的这个胎石 然后虽然是夏天呢 但是在后花园里面 它还是养得利油油的 那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 作品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地方 好那我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呢 各位现在就可以欣赏到 从这个侧面的地方 的感觉 好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在上面 再加一些很可爱的一些 人文的部分 然后我们待会把这两件作品 结合起来 我们叫见底收藏绿 那在这个见底收藏绿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去体会 大自然那个不动如山 然后长流不断的这个水 它们之间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启示跟教化 那我们要学习像山一样坚定 那像水一样柔软 然后呢 像山跟水一样很久不变 那希望这样的作品呢 也能够让你在这个炎炎的夏日 带给你非常清新脱属的 一种绿意盎然的生气 那愿子香滑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荣天 补兴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雾面 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 智慧与慈悲 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 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 获得安乐 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 因此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保护一切生命 护持请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护洽03-989-8686 07-221-2323 跨播账号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新逢世家摩尼佛佛诞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万兆备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公颂玉佛功德经 金刚经即佛前大贡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5月19日星期三 上午9点 公颂玉佛功德经即佛前大贡 下午2点 恭送金刚经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 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聚花月功德日 善行恶行成一千亿倍 生命电视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灾界即佛一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5月25日星期二 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 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生命电视台 让世界更美好 接下来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